北民有声 第131集 眼看着队伍里人心不稳 为首的王海龙立马调整战略 给裴虎和王文龙分配了任务 王海龙这时候表现出的大哥风反 虽然让裴虎心里很不乐意 不过这会儿裴虎的注意力全都在了人偶上面 龙哥 这些假人看着怪怪的 他们的眼睛好像会动 你少说一句能死 看着假人产生负面情绪很正常 鬼屋老板应该是利用了恐怖骨效应 外形和人近似的东西会引起我们本能的厌恶 王文龙做出了解释 但是这个解释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行了 都别说了 鬼屋老板已经在外面计时了 二十分钟之内找起笑牌才算成功 不要浪费时间了 王海龙说完就硬着头皮走下讲台 独自朝教室最里面的角落走去 黑虎犹犹豫豫 也走向中间的客桌 他体型较胖 在下讲台的时候肚子碰到了旁边一个站立的人偶 那人偶轻微晃动了几下 设计鬼屋的人小时候肯定是我自己 黑虎嘴里多嚷着 然而他还没有说完 忽然感觉后背让人撞了一下 文龙 是你吗 扭头看去 王文龙离他有两三米远 根本不可能是他 可要不是他 那自己身边就只剩下还在晃动的人偶了 裴虎瞧了瞧人偶 甚至有种感觉 眼前的人偶 根本就不是模型制作的 而是真人 打了个寒颤 裴虎不敢再停留 来到中间那张客桌旁边 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一个女孩 她的校服和其他校服不太一样 残留着很多的血污 似乎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 遭遇过什么痛苦的事情 裴虎看向女孩校服领口处的校牌 鼓起全部勇气 伸出胖手 她的指尖距离那女孩越来越近 就在快要触碰到女孩的脖梗时 原本头脑有像窗口的女孩 忽然动了一下 一瞬间 裴虎的手好像触电了一般 立刻弹了回来 我可 真动了 会不会是人家办的 她朝两边看了看 王海龙还在教室最里面 王文龙也距离她不远 同伴都在 这让裴虎多了几分勇气 再次伸手 终于抓住了校牌 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裴虎心中仍旧感到很开心 可正当她准备收回手臂的时候才发现 校牌被人穿了一条绳子 在女孩脖梗上 洗了一个死结 这老板有毒吗 她现在砍死鬼屋老板的心都有了 抓着校牌 又往前走了一步 然而教室里非常暗 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楚 她拿出手机照明 弯下腰靠近女孩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当手机屏幕的光亮 照在女孩脸上时 这个人偶脸上的表情 似乎发生了变化 裴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拿着手机站在女孩背后 低头认真解着绳子 可就在她全身贯注的时候 旁边的王文龙突然吸了口凉气 声音断断絮絮 不对劲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偶 一直在跟着我 女小多了吧 没事 等会儿你就好了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的 刚刚突破自我的陪护笑了一下 她正要继续解绳子 忽然发现 坐在教室中间的女孩 不知什么时候 把头扭到了后背上 两张脸之间的距离 只有半根手指那么远 就看见稚嫩的脸蛋上 点缀着紫色的血斑 她有一双灵动的眼睛 嘴唇很薄 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美 陪护还是第一次和女生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她看着那张向后扭曲了180度的脸 大脑一片空白 这是陪护第一次没有被女生拒绝 是她做梦都想要梦见的场景 然而看着扭曲了180度 脑袋挂在后背上的人偶 陪护的心都快跳了出来 人偶眼睛轻轻闸动着 眼球却向外突出 吹弹可破的皮肤 因为窒息而肿胀发紫 随着人偶的嘴角微微上扬 陪护整个人都炸了 内心的恐惧如绝地之水 再也无法遏制 救命啊 一声高亢的男声 从牧羊中学传出 陪护抓着笑牌 就朝教室外面跑去 笑牌系在人偶搏梗上 人偶的身体被拽了起来 周围的桌椅板凳 全部被碰翻 教室里的所有人偶 都活动了起来 陪护玩了命 往教室门口冲 他闹出这么大动静 把旁边本来就怀疑 人偶跟着自己的王文龙 也给吓蒙逼了 二话不说 直接窜向门口 他们两个距离教室门很近 一前一后地冲了出去 这可是苦了独自走到教室最里面的王海龙 一屋子的人偶被碰撞 人头滚落 肢体倾倒 看着就好像他们全部活了过来一样 而孤立林一个人站在教室角落的王海龙 感觉自己就像是掉进了地狱里 这场景永生难忘 卧槽 咋回事啊 哎 等等我 他抓着桌子上的笑牌连滚带爬好不容易从人偶堆里跑出来 还没等出去 就听见裴虎发出了一声叹叫 别追我 别追我 不要追我了 裴虎摁了自己手里的笑牌是系在人偶脖子上的 慌乱之中 他带着人偶一起冲到了教室门口 他总感觉自己后背上趴着什么东西 从教室出来的时候 没有多想直接抓着教室房门重重合上 这下可把后面的王海龙给坑哭了 他全速奔跑过来 压根就来不及停下 一头就撞在了房门上 我尼玛 哼爹呀 捂住头在地上滚了两圈 王海龙才慢慢爬坐了起来 然而漆黑昏暗的教室里 人头乱滚 似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一样 一张张人偶的脸 在王海龙眼前晃动 他感觉身体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浑身冰凉 眼里不知何时 已经含满了泪花 裴护 我认你大爷 而在最后一间教室外面 裴护和王文龙冲出来后 扶着墙壁 大口喘息 吓死我了 这教室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人偶挥动 他冲我眨眼了 裴护 你后背 看你后背 随着夏美丽和窦梦露 两个女人的惊声叫喊 裴护回过神来 扭头一看 那个女孩人偶就挂在自己身上 他吓得一哆嗦 赶紧把人偶扔到了走廊中间 人偶倒地 那颗美丽的仿真人头 从躯体上滚落 脸上诡异的笑容 停在了角落里 刚才就是这人偶 吵我笑的 居然还跟出来了 要不咱别玩了 这鬼屋太给力了 也难怪老板敢直接甩两万出来 这根本就没人能完成啊 王文龙也被吓得不轻 穿了好久才回复 这才近来四分多钟 我们就放弃 出去脸王哪搁啊 我看 这教室应该是最难的一个场景 现在里面的笑牌已经被我们找出 我觉得 还是有一定几率成功的 要玩 你们玩 我先走了 等一下 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斗梦鹿 朝教室里看了看 咋就你俩出来了 龙哥呢 裴虎和王文龙这才想起王海龙来 左右看了看 脸色陡然一变 龙哥 糟了 好像孩子救世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